飞机也有刹车吗 有的 而且还多种多样的 正常飞机在降落时 可以打开围于机翼后缘的减速板来减速 当然这个减速板 也不见得只是围于机翼上 像这样把屁股裂开 把垂直尾翼张开的也是有的 另外 它还可以开启发动机上的反推 踩下起落架小车上的刹车 来进一步的减速 要是不那么正常的飞机该怎么减速呢 那就打开减速闪吧 协和图144航天飞机都是这么干的 那还有没有比他们更不正常的飞机呢 有的 这架代号为XFC-130H的飞机 居然疯狂到用火箭反推来减速降落 这么奇葩的飞机 我们没有理由不讲一讲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它的来龙取脉 故事还要从一次失败的人质解救行动说起 1979年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国王巴列维藏皇驻逃 辗转之后就来到了美国 被卡特政府以治疗癌症的理由接受了下来 此举就引发了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 于是大约3000名武装学生 便冲入美国驻德黑兰的大使馆 将全部工作人员扣押为人质 以此来要挟美国引渡巴列维 实称伊朗人质危机 时任总统吉米卡特 先是施加经济和外交压力 后来又试图通过协商来讨回人质 但是在硬钢的伊朗那边都不起什么作用 于是他最终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展开一次军事救援行动 代号鹰爪行动 这个行动绝对堪称全民性阵容 把当时美军的海陆空 还有海军陆战队都挤起了 人员规模达到了200多个 更是刚刚成立的三角洲部队的首秀 所以作战方案一开始弄了几十个出来 最后才在权衡力弊后塞出了一个 准备就照着这个来了 你一定以为他们权衡的是 行动本身的力弊吧 但其实他们权衡的是 各个军种之间的利益均衡 因为四个军种在此时正处于对立状态 他们都想要主导权 五角大楼不得不扮演一个临时保姆的角色 安抚好每一方的情绪 生怕谁分多了谁分少了 闹起矛盾来他头疼吗 于是这样的安排就为后面的行动 埋下了严重的隐患 1980年4月24日夜间 随着8架RH-53D直升机 从停靠在阿曼湾的尼米兹航空母舰上起飞 阴爪行动正式展开了 其实在两个小时以前 空军的6架C-130运输机 已经提前将物质和三角洲部队 送到了位于伊朗境内的指定会合地点 沙漠一号了 尽管过程并不顺利 但好在他们已经在这建立了据点 就等着直升机的到来了 后续的计划本来是这样的 8架直升机在这里完成加油和装备补充之后 会载着救援部队继续往前推进 将他们秘密投送至 位于德黑兰郊外的沙漠二号降落区 然后就隐藏起来等待下一步的召唤 来到沙漠二号的救援部队 会开上由情报人员一早就准备好的卡车 在夜色的掩护下潜入德黑兰 突袭大使馆并救出人质 接着便赶往附近的一个足球场呼叫直升机 在这儿直升机将他们全部接上之后 会朝南飞到大约56公里以外的一座机场 不出意外的话 这里已经被一队游骑兵给攻占了 并且还有一架C141运输机在等着他们 于是所有人再度切换交通工具 抛弃直升机坐上运输机 以最快的速度撤离一栏 计划真的是想得很美 那我们再来看看 那8架刚刚出发的RH53D直升机的表现如何呢 完全就不及格 首先是其中一架根本就没有飞起来 在飞行员一坐进座舱时呢 就看到传感器提示说 悬翼出了故障 于是只好退出了 剩下的机架起飞了 但随即便闯入了一片强烈的沙尘暴当中 编队被打散了 而且又有一架机载系统出现了问题 不得不马上折返回到航母 终于在迟到了90分钟之后呢 剩下的6架直升机跌跌撞撞的 从不同方向好不容易的降落在了沙漠一号 可是啊 摇额子又出现了啊 又有一架的液压系统 撂条子不干了 落下去就飞不起来了 于是8架直升机 此时直升下了5架 连执行任务的最小数量都不够了 行动不得不临时叫停 你看啊 后面那些精彩的大戏还没有上演就被咔了 是不是有点可惜啊 对的 所以前面就必须要再加上一出啊 就在行动叫停 5架直升机准备再把特战队员载回航母时呢 有一架打报告说 我没油了 指挥官于是就说 那你就飞到C130旁边把油加满呗 这个时候啊 军种之间的协作混乱就彻底暴露出来了 三角洲部队 海军陆战队的飞机 空军的运输机是无法直接通讯的 因为三方使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哪怕相距只有几百米 他们都必须先要把信息传送到位于 埃及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然后再由空军的战斗管制小组给转接过去 这样的效率 在时刻变化的战场环境下 怎么保证可靠性呢 再加上直升机的飞行员呢 本身就缺乏实战经验 又疲惫不堪了 于是在飞过去加油的时候呢 跟运输机就撞在了一起 瞬间炸成了一片火海 机上的八名成员呢 也丢了性命 指挥官一看心想 这RH-53D也太不靠谱了 我可不敢保证剩下的四架 不再触点什么问题啊 所以干脆咱们一起坐运输机 回到航母上吧 直升机呢 还有物资什么的 就丢在不管了 显然这次行动已彻底的失败 和完全的暴露而告终 伊朗得知真相后呢 起得咬牙跺脚 从此便走上了和美国交恶数十年的路线 同时也把本来集中求行的人质呢 分散到了各地以游击战的形式 预防美国的再次营救 当然了 国际社会上呢 也出现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声 因为它就完全不顾别人的主权嘛 随意就在别人家里面策划军事行动 还建起了什么临时的军事基地 这情况搁谁家走得了啊 哎 美国国内嘛 也好不到哪去 因为牺牲了八名军人嘛 卡特政府的颜面尽失 媒体也揪着这事大肆宣传 让很多的民众也开始怀疑 耶 我们的军事实力难道是垂出来的吗 总之啊 总统吉米卡特刺斥亚历三大呀 那么他会就此罢休 承认错误 认真回国吗 怎么会呢 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咱们从头再来 于是就在鹰爪行动失败的两周内呢 另一个绝密计划就在五角大楼内酝酿了 它叫做可靠运动行动 哎 可不是吗 上次那个那么不靠谱 这次一定要可靠才行啊 那么如何保证可靠呢 都不用分析就能得出结论嘛 一是协调二是装备嘛 协调就是要成立一个新的联合指挥部 统一调配资源 统一训练 统一管理 这就为后来演变成为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 做好了准备了 而装备呢 显然就是放弃原来那架总是掉链子的RH53直升机 转而去寻找另外一架可以在中间不停歇 直接降落在大使馆旁边的体育场内 在突袭救出人之后又可以马上从这里起飞 回到航母上的新飞机了 你看它要飞得够久 装得够多 跑得够快 什么飞机最合适呢 运输机啊 C130大力神就很合适嘛 不过C130可是不能在一座体育场内起降的哦 它至少需要接近一公里的跑道才能够完成这两个动作 怎么办呢 联合指挥部就找来了它的生产商洛克希德 商量说 你看我们就是看中了你家的飞机 但它有个缺点 就是不能在体育场里面起降 洛克希德就问 你是想要在体育场里面沿着宽起降呢 还是沿着长起降呢 指挥部说那当然是沿着长起降咯 于是洛克希德笑了一下 这个好好办 咱们改装一下飞机就好 这样四架C130就被送到了埃格林空军基地 其中两架将被彻底改造成符合实战标准的样子 一架作为小白鼠在上面不断地显新点子 还剩一架则改装成模拟训练机 专门用来训练那些意高人胆大的特殊飞行员 好了 要怎么改呢 洛克希德量了一下 认为要在长度只有110米的阿萨迪体育场里面起飞和降落呢 唯一的希望就是 把C130变成一架几乎可以垂直起降的飞机 但你说如果把它的四个螺旋桨变成像鱼音那样可以轻转的 也完全不现实嘛 那是要等快十年以后才会有的技术 而且它之所以诞生就是源于此刻的 即使有时光机也会陷入到时空穿越的悖论里面 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外挂嘛 用固体火箭发动机来刹车和助推了 所以第一步就是强化机身 避免被火箭喷发式的强大推力给震散架了 第二步就是把核式数量的火箭发动机挂到飞机上的核式位置上 于是8枚来自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的发动机 被装到了C130的前部机身用于减速刹车 另外8枚来自AGM-45百色鸟空地导弹的发动机 被装到了C130的机身下部 用于在下落时将其拖住 还有8枚来自RM66标准防空导弹的发动机 被装到了C130的尾巴上 帮助它实现短距离的主推起飞 这已经有了24枚了 还没完啊 剩下的还有6枚 其中左右一下各挂两枚 用于纠正起飞时的偏航问题 机尾向下的部分还又装上了两枚 用来干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前一个视频里面刚刚说过的防止插位了 所以军机真的是在什么地方都不计成本 在项目开始仅仅三周之后 这家挂满火箭的运输机就已经准备好了 在当时真的看成是美国速度了 于是在1980年的10月19日到10月28日期间 它就进行了多次的实际起降实验 结果是令人欣喜的 它不仅不断的刷新了最短起飞距离的记录 还实现了在160公里的时速下 以8度的下滑角冲向地面后稳稳着陆的成绩 要知道正常飞机的下滑角是在3度左右 8度其实已经跟直接掉下来没啥区别了 好了 看起来它只需要再进行一些最终的全流程测试 便可以交付给特种部队了 结果 XFC-130H的命运就此 卡住了 11月29日测试进行 起飞阶段堪称完美 而且又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记录 但在下降阶段 飞行员被上层减速火箭喷出来的火焰和烟雾遮住了双眼 于是错误的认为底部的拖鞠火箭已经开机 并且飞机也基本处于地面上了 于是就点燃了更多的减速火箭 以便把飞机的前进速度给减下来 但其实脱鞠火箭是根本就没有开机的 飞机此时距离地面也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当前进的速度突然变为0之后 它被重重地拍到了地面上 机翼则断机身激火情况十分危急 幸好现场的响应速度够快 才让其中的机组成员最终在有进无险后 安全地离开了飞机 但这个项目本身却很难再回到正轨了 后来吉米卡特被里根击败 人质危机的解决 也由军事行动改为外交谈判 挂满火箭的大力神也就渐渐淡出视野了 好了 所以现在你知道了 飞机的刹车是既丰富又疯狂的 我是火箭叔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